坦克炮口对准乌军阵地不断开火 俄罗斯国防部释出俄军战力最强的T-90坦克 大小肌肉还有攻击直升机和榴弹炮 猛轰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 乌克兰说俄军还使用伊朗自杀 五人机攻击西部城市 造成两名救难人员死亡 乌军不甘示弱也派出无人机 在乌冬前线轰炸俄军坦克 阻挡俄军进逼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俄罗斯威胁 北约包括美国德国波兰等成员 在斯洛伐克成立了多国作战小组 展开联合训练 斯洛伐克也考虑要将前苏联制的 美国二组战机送给乌克兰 不止北约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27号突然现身基辅 会见泽伦斯基 警告中国若敢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援助 将会有严重后果 同时还宣布将提供12.5亿美元 月薪台币383亿的经济援助 展现美国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 东西国中心组报道 两佛 打